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令 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 怎么一口酒都不喝呀 我她娘的娶媳妇 不是为了喝酒 是为了挣钱呀 再也说了 话要真喝多了怎么办 咱们进东方 你给我听着 你小子也不许和所有抗枪的兄弟 都不许和酒 要任务 废什么话 执行命令 是 二团家子 记住了啊 一定要亲手叫到马斯汀手里 我说 梅大少爷的旧老爷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下了山你就进城了 辛苦兄弟们了啊 别啊 你辛苦 这三千块献大羊能不能到手 就全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蛇了 我是梅家长辈 这点小事你放心 我还真就不太放心 你说你这样就回去了 这也太不像被绑了票了 是吗 那你教教我 怎么就像被绑了票了 教教你 这回像了 快交门一喝 这是我呀 大少爷被绑了 快交门一喝啊 大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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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让土匪给绑票了 是娘的舅爷从土匪山上 跑下来报的信 那满脸都是血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难道不知道佛堂的规矩啊 大不小叫的 抽去 是 三千块献大洋呢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三太太 要是不给钱 土匪是要撕票的 撕就撕呗 咱家又不是救她一个少爷 再说了 哪有这样的大少爷 为了一个姚姐 离家弃足 小一年了吧 连个信都没有 现在一冒出来 就要三千块献大洋 我怎么听说 他好像也当上土匪了 八成是没钱花了 自己绑自己吧 你胡说八道 你要再敢这么说大少爷 我跟你拼了 你跟我拼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就凭大少爷吃了你几天奶 老爷 连个下人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山 你给我住嘴 三妹 你忘了老爷给咱们家定的规矩了 凤姐在咱们家可不是下人 老爷 贵上的钱都拿来了 就这么多 有多少 七百块 才七百块 家里只有一千一 再没了 加起来一千八百块 还差一千二怎么办呢 都这个时辰了 哪还有钱庄做生意 土匪那都是急脾气 今天晚上就得给钱 三千块 一个得也不能少 土匪熟了你的家伙可不得人啊 老爷 爹 救我 爹 这不是要逼死人吗 老爷身体本来就不好 要因为这事急是我好歹来 这家可怎么得了啊 老爷 你先别太急 差得那一千二百块现大洋 我搜搜我的嫁妆箱子 只怕还有 此处 bom 仙姐了人没知急吧 凤姐 给我回屋去哪 夏淺 还哭呢 不能因为说你好看你就哭起没完呢 别哭 别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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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酿着嚎啦 行命 我暴停记上来 撤 spur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吃我嘴 少年 39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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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独遥不一半 先生 老爷 三千块钱打烊全在这儿了 一块都不少 谁去送呢 让杜菲山猶如进阎王殿 这是咱没家的家事 不能妨害别人 我亲自去 老爷 不行 你怎么能上山呢 土匪要是看见你 还能让你下山 不得再讹咱家一万两万的 可是 你看看咱们家现在的 我总不能让你们女人去吧 我替老爷去 女人怕什么 我这么大岁数了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二太太金枝玉叶 不能上土匪山 我去吧 凤姐 别争了 还是我去吧 好歹我读过几年书 见过些世面 玉芳 有话 等我把贤祖接回来再说吧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走 凤姐 给我去背车 爱 玉芳 老爷 什么话也别说了 我的心你知道 贤祖虽然是大姐生的 可是从小就跟我最亲 来人 帮我把县大洋装上 等等 我王福愿意替老爷送赎金 保证赎回大少爷 万两位 土匪歹毒 稍不留心就会送命啊 再者说了 这是梅家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不必担这个凶险 这话差了 王福近没家十几年了 受老爷和太太买的大恩大德 失穿用度从来没把王福当外人 现在是用人之计 王福怎么敢拿自己当外人 而太太毕竟是女人 万万不能上土匪山 王福是掌柜的 也算是见过些世面 这事非得我去不可 王掌柜 上土匪山千辛万苦 你的腿 王福这腿是有些不争气 但就是爬 我也爬上土匪山 救出大少爷 王掌柜 来 快快请起 王掌柜 我替这个孽子谢过他服输了 不行 不行 外人女婿 这三千块现大洋 交给他一外人 我不放心呢 要不这么着 我跟王福一块去 我好歹是梅咱长辈我 什么什么 三千块大洋 故土匪抢一破花轿 要花三千大洋 这老梅子 可真是出了白家子了 笑死我了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故土匪抢花轿 是土匪绑了梅咸祖的票 要三千块现大洋 他们正准备凑齐了就给送去 要我说啊 司令 干脆找个人半刀上就给 狗屁 这点小钱我要去赚吗 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 能去赚这点小钱 你怎么琢磨的你呀 混账东西 把医生串上干什么 你爷们还得收拾你呢 司令啊 这打没天的 等到了晚上我先好好伺候你 晚上不行 晚上你爷们还有事呢 我先告诉你个事 你那个卖油郎的梅姐大少爷 花了三千块大洋 让土匪结你的花轿 没想到结错了 多悬哪 要真让他结了结 哪有咱俩今天的好事呢 你说 咱俩是多盛的缘分 快走 快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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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宋梅大少爷入洞房 兄弟们 我洞房了 我的花魁让你受委屈了 我的花魁让你受委屈了 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 才一直让他们绑着你 累疼了吧 这些土匪也太不是东西了 我给你那几个戒指 全让他们半道给撸走了 没关系 回头我再送你 哎呀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呀 这么半天了 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 我是你的卖油郎 我聪明吧 我听说马戎那个狗司令要娶你 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 才想出这条毒计来 我花三千献大洋 故黑龙山的土匪把你抢上了山 当然 你知道我身上没有献大洋 那三千块是我爹出的 谁让他不让我娶你呢 这回我让他好好的破破裁 我的花魁 现在我们已经拜了唐城的夫妻 咱们赶紧给我爹生出个孙子来 气死他 来吧 你是谁 你是谁 来着何人 兄弟们 我自己人啊 你别拿枪对着我呀 我是来送绑营的 三千块 一块都不少 来 回答 陈长 皇后司令 队伍已经全部集合完毕 嗯 司令 我说今天这么大的事 连一口酒都不喝了 感情是为了上山剿匪啊 废话 黑龙山的土匪 是我的心头大患 胆子越来越大 连花轿都敢结了 不搅了他们 我对得起玉萍的百姓吗 司令胸怀江山社稷 真是大英雄啊 可是 这黑龙山山势险峻 咱们摸黑上去 是要吃亏的 吃亏 吃了亏 我还配当这个剿匪的司令 胡大夫 把司令早就有安排 山上的土匪有侧用 司令 告别 秦财山 秦财山 陈浩 李 李 走 韩老廖 你救了以后 我把钱给你带来了 你当着大家伙的面 给我磕头排队吧 他娘子跟谁装大辈的 敢不敢跟我冲大辈了 韩老廖 你太不是东西了 闹着玩你这 这下死手啊你 啊 梅家派谁来送淑君呢 啊 我 我 我 各位好汉爷 为何不见我们家大少爷啊 这现代洋全都送来了 就让我们把大少爷接回去吧 你是梅家什么人哪 爸 大娘家的 我认识这个人 这是梅家药房大软贵的 排阶 坐堂 看病 病啊 瞧得不错 别人都管他叫那个 福叔 郎中 福叔 你看看 我们黑龙山城 兵情马壮 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郎中 福叔 你我在黑龙山上能见一面 那是缘分 啊 留下来 以后 我黑龙山上的兄弟 有个病啊 有个字的 你就帮他们教 老廖 在 上黄汤 好嘞 这位好汉爷 我是来借我们家大少爷的 大王家借你的酒 你敢不喝 我 我不会喝酒 喝 喝 喝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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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她娘就是个骗子 一点江湖道义不讲 黑龙山的弟兄们 跟着这样的大当家的 你们算是投错了胎 干脆 你们跟着我 把这个不仁不义的黑木椒碾下山 你们都拜我为大哥 我没嫌祖好歹知道 什么叫言而有信 什么叫一言九鼎 我比她强一万倍 你 你的娘的说好吗 你给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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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滚你 我捏了吗 老牛 把枪放下 你给我下来 林仙祖 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背信七一了 我让你们抢的 是清远镇的牡丹万花楼的头牌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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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才不是个东西 你个臭娘们 冒充我的母的 还敢对我动手 我宰了你回去走 瞧你那个熊样 拿着匕首要杀一个女人 算什么本事啊 我好难不跟小丫头斗 我好难不跟小丫头斗 今日饶你不死 姑娘 你不是万花楼的牡丹 那你是谁啊 我正想问你呢 你们是谁 光天花儿之下瞧我的花轿 我告诉你 要想活命的话 赶快把我放下山 刚才 我可是看见红娘子显灵了 说不定她马上就造 到时候 到时候你们几本点小命 一个也跑不了 一个也跑不了 轰 接着轰 怕奶奶的 轰掐了算 你们听 侯娘子带着天兵天降已经到了 你们这群土匪还不知悔改 赶紧让出一条道来放我下山 我要是下了山 你们兴许还能活命 这娘们儿谁啊 蛮鬼放跑 打扰她 红娘子娘娘 你看到了吧 这群土匪 无法无天 他抢了我的花轿 罪该万死 红娘子娘娘 红娘子娘娘 纪灵啊 让你手下的天兵天将 杀他个天家不留 走 兄弟们 不要慌 不要听这个小娘们儿胡说八道 一定是有人偷袭我们黑龙山 快去打探 是 大灯下的 大灯下的 马容带着好几百号兵 打到洞口了 我们都被包围了 看清楚了吗 千真万确 确实是马容 我们好几港哨 都被马容灭了 弟兄们 跟我冲出去 跟马容拼了 是 快点 我们黑龙山定是险要 七八道港哨 马容怎么会这么快 他就到了洞口呢 一定是奸细 大哥说得对 一定出了奸细 我看这个奸细 就是梅家大少爷 还有他们几个 那个小娘们儿 他们都是一伙的 来人 把他们先给我随时办断了 是 别动 别动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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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安聪 一边去 马容是吧 马荣来宫山 你们对我们是什么厉害 兄弟们 谁给我把枪 我出去灭了他 行了奸细 别在这儿演戏了 孙子 说我是奸细 那你他娘的就是奸细 黑木娇 我一直以为你们黑龙山上 个个都是英雄 没成想啊 大敌当前 都变成了缩头乌龟 你们黑龙山上的三当家的 四当家的五当家的 去年不都是被马荣砍了脑袋 你们不想报仇吗 你们不想报仇吗 好 好 算我没闲祖没长眼 眼睛 我怎么他娘的上了你们黑龙山了呢 没人敢出去是吧 也没人借老子枪是吧 我还不用了 本大少爷 一个人出去 也要把马荣脑袋割下来 让开 让开 站住 没大少爷 是条汉子 听我黑木娇说句话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如果你这样出去 你根本见不到马荣 只能见枪子 你这不是报仇 是送命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 我没嫌祖宁死 也不能向马荣这老贼认怂 跟我说 兄弟们 现在不是找奸细的时候 马荣的人比咱们多 武器 你不咱们好 为了保存实力 跟我撤 大哥 这还往哪儿撤呀 大哥 老六说得对呀 都打得动猴了 往哪儿撤呀 二位兄弟 咱们虽然是一个头 磕在地上的兄弟 但大哥还是有件事 瞒着你们了 大哥对不住了 我这也是 为了兄弟们照相 走 走 把刀都放下 别跟黑龙山丢人了 是 兄弟们 这头跌到通后山 老六 帝王 还好对自己大当家的车 龙头有的弟兄 哥们断后 是 停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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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给我放下 都放下 老二 你这娘娘要干什么 你疯了 我闭嘴老六 大伙听我说 今天马思琳上山 就是来专门打黑木椒的 绝对伤不了大家的性命 只要听我的 把黑木椒交给马思琳 从今以后跟着我 是想得很辣的 马思琳已经答应了 所有的兄弟 全部收编 发枪 发子弹 发娘们 每个月还有鲜打牙两块 老二 你是这些 黑木椒 你的气数已尽了 能死吗 老二 谁在上前随风 我先放了他 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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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跟你们说吧 今天外面的七八个港哨 我安排的都是我的秦哥们兄弟 现在早就回顺马思琳了 马思琳的大军已经到了洞口了 你们还不投降吗 弟兄们 马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阎王 我们既然上了山 一日为匪 终生是匪 他恨不得砍了我们脑袋去 妖功情伤 咱们可能收编我们 弟兄们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马思琳对我早有成怒 愿意跟我领军想的 先把老六个宅了 谁敢 我当是谁找了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 糊弄我 原来是二当家的您啊 二当家的你不仗义 你是马思琳的人 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呢 实不相瞒 兄弟这次上山 那也是马思琳安排的 马思琳简直是诸葛亮在世 大智大勇 运筹帷幄呀 是把二当家的 你是 哪个想吃箱子的 指一手 老黑 你没事吧 对不住啊 马荣这狗贼 八成是笨我来的 我给你们黑龙山添麻烦了 现在 我跟马荣的仇 不共代天 他剿山 更不是因为你 兄弟们 愿意跟着马荣吃军场的 去留下来 大哥不怪你 如果想跟着我黑幕交道 随身 愿意跟着我 我 我 我没人跟着我 老黑 大哥 大哥 弟兄们 抬上大当家吧 从地道里舍 是 弟兄们 冲箭脱回洞 活着黑幕交 上二百块鲜大洋 冲 冲 冲 林征 小型 司令 估计这山洞里有暗道 黑木椒跑了 跑 他能跑哪去 孙悟空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本司令早都不下天罗地网 等到明天一早 就到后山给他们收尸 笨蛋 废物 春侣 在黑龙山混了好几年二当家子 连黑木椒逃跑的密道你都不知道 推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给我当团术 该 报告司令 这个好像没死透 身上也没伤 这不是梅杰药黄大掌柜的吗 真是邪了 他也在这儿 抬回去 别忘了 跟梅一鹤要赏去 是 唉 老虫大父 来了来了 一二百土匪呢 好啊 马司令真是神迹妙算 爹上班 不要着急 当土匪靠近了再打 是 是 是 打 打 弟兄们 别追得太快 好吃好队性 咱们地势不丑 别上了土匪的大 是 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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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他们走 快 快 快 不能跑了 怎么了 你臭娘们儿 你胡说什么 不跑当死 你没听见 对方的枪声远了吗 天黑路不熟 他们不敢太靠近 先把他放下来 你要干什么 再这么跑下去 这个人非得流血流死不可 你们顶住追兵 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先帮他止血 你要给他止血 枪子儿在里边了 你止得住吗 我是个医生 我在大上海读的 西医专科大学 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 当然 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 那这个人要是没命了 你们也别怨我 弟兄们 是 你能灭人的 宋大当家吗 是 给我来 是 杀了 你 牛河 还真有一套 你到底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要冒充牡丹 我不认识什么牡丹 你们抢了我的花椒 花椒里做的就该是牡丹 哪有这道理 只需牡丹做花椒 是个女人就可以做花椒 顶不住 顶不住了 好了没啊 好了 快 我刚才问你 你还没回答我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在大上海上西医大学 怎么跑玉萍来做花椒来了 好 跟你有关系吗 弟兄们 都静静点啊 私恋可是说了 胡州黑木舅 赏二百块新大洋 这小子没地方爬了 咱们再加把劲 回去领赏钱 胡州黑木舅 回去领赏钱 胡州黑木舅 老柳 老柳 把我放下 把我放下 大哥 大哥 他奶奶了 这帮孙子腿真快 跑了半宿都没甩掉 大哥 对我一枪 把我打死 不然的话 会连累兄弟们 可 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韩老柳 你就是条傻狗 能活着干啥要死啊 我吐吐了你 你敢 别吵架 你呛一下 那胡百万就听见 到时候打打谁都活不了 我说 真的不能再走了 必须马上做手术 把子弹给取出来 不然他肯定会没命的 你能做啥 这荒娇野领的是 有刀有酒我就能做手术 我王小红一定能去活他 你叫什么 我会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需要半个小时 我需要半个小时 我没想你 佩服你 八六六 把你们最好的家伙都给我 想活命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麻药 准备啥 哪有麻药啊 你不是说有酒有刀就行吗 你愣着干什么呀 你到底会不会做那个手术啊 姑娘 你快走 老六带着兄弟们 找个安全的地方快 你听我说 没有麻药会很疼 如果你能坚持得住 我马上 马上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我不怕他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 就在前两天 我给一个小 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 就是因为没有麻药他疼死了 你还能相信我吗 你不能不看我 你别不看我 你坚持精明 我唯有一个关系 我来看你 超越来的 你导致 感谢观看